我发现,AI有的时候就是故意的 比方说New Bean 我让他帮我照着深山大道的摄影风格 来画一幅抱着玩偶的小女孩 被商场保安拦下来的画 结果他给我来了这么一张 哎呀,还好现在是白天 不要说晚上点开它才让不让人睡觉了 深山大道你们知道吗 一位著名的日本摄影家 风格的确是比较诡异的 拍出来的照片往往是带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 看来New Bean还是学到了一点 并且自作主张的把其中的恐怖元素 做了一些强化 然后呢,我还试了试 让他按照深山大道的摄影风格 来画一个火箭发射的场景 结果他让我足足等了十几分钟 才慢吞吞的吐了出来 一开始的还不那么的好 改了一次又是十几分钟 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它太难了 是的,深山大道可是从来没有拍过这种主题的 New Bean能够给我画成这样 我已经很知足了 毕竟强烈的高反差对比 粗糙,颗粒感都是有出来的 好了,最后咱们来点轻松明快的舒缓舒缓吧 这些水彩画呢 是New Bean学习俄罗斯画家朱利·恰尼尼的风格之后 根据我的指令画出来的 充满了透明感和空气感 将一个个生活小景演绎的生气盎然啊 你说,如果是让你来画 你需要学上多久 才能够达到它五分钟的水平呢 对,对,对吧 对,对,对